今天是一代巨星哥哥张国荣 离世第20周年 他生前经理人陈太陈淑芬 今天宣布将会在4月1日 即是哥哥的忌日 在鸿馆举办一场继续宠爱20年音乐会 记者会除了回顾过往纪念活动的片段之外 又播出最新纪念单曲《从未远离》的MV 奈陷大量哥哥的珍贵旧照 到最后还有哥哥自爱堂学得的信息 我们要好好的生活 才是对他 将国荣最好的福报 陈太说希望堂堂到时会参加音乐会 我都要知道整个show 所有的事我都会和他说 我也很希望他多些参与 或者是最少会来现场看 其实这个纪念展他都参与了很多 他也借了很多Lessie的私人珍藏 给我们放在文化博物馆展览 给大家可以分享 陈太还说今次纪念音乐会的门票 早前在歌迷会的平台优先发售 很快就被粉丝抢了 大家都没有问到底有什么歌手艺人参加 大家都没有问 而我邀请那些歌手艺人 都没有问还有什么人参加 都没有问 但是那些票又卖了 他们又答应来 我觉得大家都是为 今次真的很出心 为张国荣而来 大家都记得他 大家都继续宠爱张国荣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很感动的 提到环球唱片 邀请了一帮新生代歌手 例如Anson Lo 男团Era Pixel等等 Cover哥哥的经典禁曲 不知道陈太会否考虑 请他们来演出呢 我不想留言别人做的事 我们做的都是 是在 对Lessie是一份爱一份情 我们都是在继续宠爱张国荣 不想留言别人做的 我们都有些是新一代的歌手 我们都有的 但是 名单我想稍后再说 即使过了20年 哥哥仍然活在大家心中 真是永恒的超级偶像 请大家subscribe comment 和likeV1HK的YouTube频道 再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